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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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Staycation 我们就选了香港四季酒店 上一次住四季酒店应该是葡萄牙一次住了7晚上 在那么多间不同的酒店集团旗下 我觉得四季酒店真是最称得上为五色级的家 在这条片里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它的原因 我这日去是一个Happy Friday 而我的老公还在上班 所以我就自己check in 他们把行李送到我房间 然后就上了去Caprice米芝莲法国餐厅里 一进去干什么呢? 难道有下午茶? 原来不是的 其实这里转进去有一个位置 是有一个很神秘的bar 它是平时5点才开的 这间bar的设计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发色 混合Vintage 英式的风格 你会看到一些木柜上也有一些暗的雕刻 看上去是非常欧式的典雅风味 但是因为酒店现在有很多是给住客的活动 那我就参加了调酒的服务 因为我的老公很喜欢喝威士忌 所以在他未来之前我就调了一杯威士忌 打算让他享用 如果你家里没有mixing glass 你可以就这样用的活动 家里有没有一杯你就不用了 那Jagget 那我们平时酒包会用的工具 这个是下面小的parnail 有人命的 大个parnail 有人命的 那如果没有呢 你家里有些凉费 你都可以用的 或者你3-4也可以 然后我们在家里要用bar spoon 或者没有bar spoon你就用筷子 首先我们威士忌 我们会加50ml 接着之后serum 我们是两bar spoon的serum 就是大概1ml 好 接着之后我们最后会有这个videos 它的作用就等于像你煮饭了 它将那些味道全部融合在一起 应该是有40% 4.4%就不正好 那我们只会放上去 加点盐 对啦 加点盐 我们平时滴都是这样滴的 哈哈哈 之后你就可以加冰进去 开始混合了 你平时在家里用筷子可以这样黏住videos 混合了 你混合了一会 你混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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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混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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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先用garnage garnage会是铲皮 我会帮你刨的 因为这个也挺重要的 如果你在家里 你就这样找刀刀刺 为什么我们要铲皮呢 我们就是要沾铲油 你手这样拿着 你折就会 停下来我们会 不停地抢一抢杯 因为你游的时候 你会游铲皮 一些 你这个是家里的方法 那你在货机 不停地抢一抢铲皮 然后你再抢 然后你再抢 啊 啥啥啥 那这样就再沾铲油 我眼睛看不下 哈哈 漂亮点 我感觉上好点 你放在我的杯子里 谢谢你 这个杯 很好喝的旧 fashion 这时候我们就回房了 我们今次进入的就是海景套房 可以现在来一个room tour hello 欢迎来到4C6 今次是没有手震的 我开了房子震的 很甜蜜啊 他把我们的名字寫完 然后这里有一个客厅 其实我每次去这些酒店都好气 我很有兴趣知道 究竟他们是用什么 冲凉型的品牌 这次是用包装的 我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咖啡 哪些人结婚出门都可以煮这家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服务 就是有一个 维兴的 afternoon tea 我们可以在房间使用 看着这个 没有的大海景 我觉得这边也很甜蜜 我忘了戴第二天的口罩 这个都有了 有小肚子巾 还有正确手 刚才我又发现 我忘了戴 这个电话的充电器 原来这里 都是已经 安排好了 你无论用什么电话 都有齐齐 iPhone Android也有 我想我们就未必用得着 因为平时 Four Seasons 很多时候都是 博给Business的人 民房四宝 是吧 吃货 当然要看看 他准备了什么 零食 合不合口味 有点病肝 这个人是想喝酒 有点美的红酒 这个很有香港风味 尼龙酥也有 我没见过有得买的 这些茶包 就不是在外面可以买的 这些茶包 这个是龙景仙的茶 有普利 有观音 有绿茶 还有 莫里 即是有点香片 那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房 刚才我开的房子 搞了很久 在想到的是什么 它又不是勾到什么 之后这边又打开 又是勾不到东西 两个一起打开的 是什么 是一对环 这边就是我们的医室 医务间 这个瑜伽石 一定要为我而切 来到这个很大的洗手间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很漂亮 是Balgary 是全透明的 这个是白茶 先试一下 好 这是什么呢 薯泡 梳 洗手间这边 你要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拿一杯咪酒 在这边 帮着海浸 帮着海浸 我现在要用拖鞋 好了 我们要解释一下我们的行李 这个已经准备吃东西了 有这么多味道 吃什么味道 多数我喜欢吃 淡白色的口味 很久没有吃这么优质的 麦克风 平常很多人问 吃下午茶 哪一间推荐 我喜欢吃两间 一间呢 就是Four Seasons 因为它的甜品真的很好吃 其实工都很好吃 另一间就是Rosewood 两间的甜品做得很出色 是你吃到那个用心的程度 不过Rosewood 平时它是有一个甜品的手推车 有两车 你可以任吃上面的甜品 而且它的甜品是很高水准的 但是现在有疫症关系 所以它现在就停了那个锅 所以我觉得可以 只吃着四季 Rosewood 就等疫症过去之后 才去吃 就会更加开心 讲一下 的Afternoon Tea 其实也挺多 有些酒店的Afternoon Tea 是真的很随便的 有种对不起价钱的感觉 最近吃了一个新的Afternoon Tea 它不可以说是酒店的Afternoon Tea 不过它的价钱 就是不適合酒店的价钱 環境是非常好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但是食物的质素 就比较低 大家尽量想想 是否去这些餐厅 另外还有一家我真的觉得很服的 是一家新的酒店 我不开名 大家想想 它是之前我去的时候 而且是有任食的 价钱是999 在不是任食的情况下 我们叫了那个R2T Set 其实它就像阿拉卡 重叠重叠少少的上 但是上面很不新鲜 是有点出水的感觉 就是看一看 原来那些食物是卖在室温很久的 所以已经出水了 大家想想想 在哪家 如果要对着荷包的话 我想大家也会适合 这两家会比较低的 我老公说有礼物送给我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礼物 是一个华树狗头 好有趣啊 华树最标志的就是它有一个粉红色的耳朵 而且粉红色的耳朵 整天都伸出来大概5mm 大家觉得它像不像麻薯吗 给大家看看 側面也是挺像的 正面就超像 好好 我们可以开一张麻薯的照片看看 好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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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挂在我的袋子 那你又说送给我 挂在你自己的袋子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我老公在做什么呢 致困了自己的旅行点心 就是士多啤梨糖 然后就一直在看他的门画 一直吃士多啤梨糖 一直在看维港 你很爽脾啊 这个就是今天的服务了 这个缩套 缩得很厉害 因为这一条是C质的练身裙 虽然它的质地非常好 但也非常显身材 你哪里多一寸肉 都会看到的 本身呢 我都挺嫌弃我这个手袋 太大 但是去到假期的时候 都会觉得它很实用 真的很实用 为什么在房间都背着袋呢 看这个袋里有什么 这个袋里有什么 这个袋有点像Dior的Bobby 拿着一个神秘的药 又是中药的时间 乾杯 我们换了另外一套衣服 就准备去吃晚餐 这个好像是他们的标志 不过因为还有少少时间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Gym Room那里看看 哇 这个超棒的 是看着整个维港景跑步 当你跑步跑到看到上帝的时候 看到这个维港景 立刻可以迅速一下 继续跑步 今晚的晚餐是来到全球 首个拿到米芝尼三星的中菜馆 龙景軒 我们是7点半去到 想不到已经完全爆门了 门口本身有一个家庭想去见 我只是可以说 它实在太低估了龙景軒的威力 酒店方面知道 我们是两夫妻来 特意安排了这个无敌的海景位给我们 吃中菜也是可以很浪漫的 他们还安排了香槟给我们做开博酒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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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吃中菜最大的问题 就是叫不到太多食物 而这个三色拼盘 绝对满足到我这些 欲望又大大胃又小的人 这个半肥瘦叉烧 一块起两个子 刚刚好满足到我的好奇心 第二道菜是必点的选择 它的鸡汤是浓密到 你咬到嘴巴会有点起胶的质感 过了一会儿 四季的员工突然走过来 给了另外一瓶酒给我们 其实我也想跟他说 其实我们不是很喝酒 但是看一看清楚 原来他发现我们的香槟 根本就没有喝 知道我们不喜欢 所以就很细心地转了一个 Sparcling Tea 给我们 这个是六星级服务 真是呼服可求 到最后最后这个奶黄酥 大家一定要试 外脆内缘 完全不足以形容它的美味 为这个晚餐点上完美的句号 然后我们就回房了 回到房间 换上睡衣 就开始洗面了 酒店房真的很干 所以晚上我一定要敷面 这包都是一包里面有七块 那就可以和红大一人一块用 为了水有平衡 我也带了一个Double Serum 这个是试用妆 你现在去Clarance的online shop买东西 就会送很多这些试用妆 大家可以去看看 输入Sona Sona 就可以免运费 哈哈 不是广告 酒店预备好的牙膏牙刷 其实你也可以拿走 因为它是一支大支一点的 而且牙刷是上面有盖子的 你拿出去的时候 就不怕会骚髒 我最喜欢就是一路吹头 一路敷面膜 那就不会吹走我面上珍贵的水粉 你们以为我洗完面就睡觉 当然不是啦 现在习惯了晚上睡觉前 都要玩三铺游戏 我们最近沉迷的是Splendor 寶石商人 这个玩法非常简单 然后过程很像去购物 所以我和红达都非常喜欢玩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喜欢买野球物的人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Apple Store下转来玩 不用买实体版 玩完三铺都已经12点半了 我们要快点去睡觉了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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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8点多去人就比较少 我们去到发现原来是有三个池 是两个25米的长型池 还有一个迷你的按摩池 今天早上早餐在这里 曬太阳也挺舒服的 而红达就去了游泳 我们回房间休息一下之后 就去吃早餐了 早餐因为这个套房是有包楼上45楼 Executive Lounge 也可以去楼下The Lounge吃 不过我们觉得应该在The Lounge吃 其实会更好吃 楼上Buffet的选择不算很多 盛在它是有个无敌的大海景 看到一望无际的香港景色 紧接着就已经是午餐的环节了 我们又回到泳池 哪个Pulsa都有一个餐厅 不过坐下了一会儿 30多度的天气 真的没有什么胃口去吃午餐 所以我们决定回房叫Room Service 不是开玩笑 四季酒店的Room Service 真的无论世界各地都很好吃 曾经我们去了葡萄牙 吃了7天的Room Service 然后他们介绍我们去吃附近的一家迷之年餐厅 是要经四季去设计才有位 我们去吃完之后 我们一家人都觉得 都是Room Service 比较好吃 大家就知道 四季Room Service的质量有多高 我们在房间再逗留一下 差不多是三点check out 今次是一个很游行的staycation 跟几个女孩去的完全不同 几个女孩去其实会很累 因为疯狂拍照 又聊天 不舍得睡觉 不过跟家人去 和老公去 就会冷静一点 比较放鬆的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的分享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